下面我们来学习子宫颈丧皮的流变 子宫颈丧皮的流变在职业医师助理医师都要求他掌握 主要要掌握他的病理变化 我们首先来看子宫颈丧皮的异性真身 子宫颈丧皮的异性真身在这几年叫的名声 原来叫的非典型真身 所以我们老旧的教科书上老旧的实体历年真体 常常叫的非典型真身 那么从八版教材人开始 八版病理学九版病理学 那么就叫的异性真身 那么八版病理学九版律性又加上了子宫颈丧皮的流变 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等一会我再跟大家说 这时候我们跟大家讲了子宫颈丧皮的异性真身 那么要想了解这个子宫颈丧皮的异性真身 首先必须了解子宫颈的丧皮组成 所以这是个子宫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子宫颈 你看组成它的丧皮主要有两种 一种丧皮 子宫颈的阴道部跟阴道 那么它的年末是一样的 什么丧皮 凝状丧皮 因为阴道就是浮沉凝状丧皮嘛是不是 好了 上面的子宫颈的上面一部分 它叫什么 柱状丧皮 为什么 接近于子宫颈内末的线丧皮 是不是叫柱状丧皮 所以你看看 子宫颈这短短的一点点管道 那么它就两种丧皮 一种是领章丧皮下面 一种是柱状丧皮上面 所以丧皮与丧皮形态转变的部位 往往是耗花矮的部位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就两种形态的骨质 你们的脉子骨跟松子骨之间 那么因为发生骨折 同样的道理 两种丧皮交界的部位 它也会发生癌 你看这儿子宫颈癌 上面柱状丧皮 下面柱状丧皮 所以柱状丧皮跟柱状丧皮之间的地方 我们把它叫做夷形区 交界的地方 两种丧皮之间交界的地方 叫做夷形区 这种夷形区 往往是光颈癌的耗花部位 还有个例子 大家看碰门 碰门碰门的上方 那么是使管的零状丧皮 碰门的下方 跟胃顺便是线丧皮 所以在零状丧皮跟线丧丧丧皮之间 那么交界的部位 这就是它的碰门癌的耗花部位 所以这个就是 一样的道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心态 细胞形态 柱状酸皮 磷状酸皮 疑型的地方 那么这个焦介夫成为疑型区 它是宫颈癌的豪华部位 那么宫颈癌它不是一开始就是癌症吗 它有个过斗的癌症病面 这个癌症病面是哪人呢 就是疑型症生 后来有什么叫疑型症生呢 第二个概念大家要了解什么叫疑型症生 第一个概念大家要了解什么 喪皮组成 第二个概念就是什么 什么叫疑型症生 什么叫疑型症生 给我正常的长得不一样 就疑型症生 哎 获型症生是这个样子 给我获型症生长得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我获型症生 疑型症生 同样的道理也是这样 我正常的一个症皮 是磷状酸皮 大家看看 右边这个图 这都是正常的 左边的这一排子都这样的 这是框起来 两个圈圈框起来都是什么 正常的 上面那个小圈圈框起来 是磷状酸皮 下面一个大圈圈框起来 是柱状酸皮 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什么正常的 哎 磷状酸皮 下面柱状酸皮 下面柱状酸皮 交界的部分成为疑型症 这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哎 这就是我们的正常的症皮 好了 右边的这些什么 淡或者区 我在这三个框框起来 这一部分 这叫什么 这就是疑型症生 你可以看到是什么样 哎 跟左边的右边的这两个 你看 是不是一样啊 不一样 长得不一样了 那么就是疑型 这就是疑型症生 所以 什么叫疑型症生 疑型症生 也叫灰电性症生 原来脑子叫法就是疑型症生 它是子宫颈的上皮部分 被不同身体的异性脏皮细胞所取的 也就是说 你磷状细胞转的长得很好看 现在长得不好看了 那么 这就是疑型症生 疑型症生在 而许的染色底下 主要表现为细胞大小形态不一 你看看 哎 左边的 这都很正常 细胞大小形态 排列的一表整齐细胞大小形态 也是正常的 哎 右边的呢 排列不整齐了 有的细胞大 有的细胞小 所以它叫细胞大小形态不一 核增大生然 你看看 右边的染色就要生 下面的染色就不生 8 核子比例增大 就细胞核增大 为什么细胞核增大 总的细胞分裂就比正常细胞要快 所以敌人产生多嘛 染色多 当然它的核就大了 是不是 核分裂相增多 这是 这是它的什么 典型表现 细胞急性纹呢 哎 我们正常人细胞排列很漂亮 那么这种 异性真正细细胞 细胞排列不漂亮 所以这就是它的异性真正 所以这就是我们从正常细胞 大家看 变成了什么 异性真正的细胞 好了 大家注意了 由于这个异性真正 我们跟大家说过 主要的它是什么 子宫颈癌的癌性病变 那么到癌性病变又为什么变成癌呢 哎 我们学护肠过的时候也跟他学过 那么跟主要跟什么都有关 皮肤感染有关 所以子宫颈癌 跟他最相关的病头就 人乳头的病头 16型 18型 就高一型 人乳头的病头 HPV感染 这个灵状细胞 助长细胞之后 哎 使你又变 使你什么 哎 异性真正 真正 哎 到了最后 就变成了癌 好了大家注意了 就看到啊 从这个图上面 大家就看到 这个HPV导致 这个异性 这是你机子 这是什么 哎 这个红颜色的啊 大家看看这个红颜色的 像先后的小球一样的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HPV病毒 你看看HPV病毒 从灵状上皮 哎 就是啊 攻击灵状上皮 这里异性 来啊 经过这个地方到哪去啊 这下面呢 这是灵状上皮 一只助长上皮 下面是基底细胞 基底膜 是不是 哎 从灵状上皮 侵入进来 一直往下 到了哪儿 在助长上皮 再进入助长上皮 到哪儿去啊 到基底细胞 好了基底细胞 给基底细胞进换之后 大家看看 在基底细胞的环子 那么 进换之后 那么这个基底细胞的 形态就化成改变 异性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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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从基底胞开始 再回头过来 你看又到哪儿 进换上皮 然后再进换呢 这些临状上皮 所以你看看 就像个U字形 它进换的是吧 先从临状上皮 助长上皮 基底细胞 然后再从基底细胞 助长上皮 临状上皮 好了 就把这些基底细胞 助长上皮 临状上皮 都 转变成异性真实的细胞了 然后 这个HPV 人乳体的病人 不停的在这繁殖 所以右上角 这很多很多人 小红的 小球形 这就是暗指 这个HPV 人乳体的病人 都在不停的繁殖 然后就把整个这个细胞 都是异性真实 然后 变成了癌 这就是整个异性真实的主要机制 主要有HPV参与 所以我也跟这个人说题目 而子宫经营上皮细胞的异性真实 主要跟哪种病毒的 哪一种维生物的感染有关 大HPV 这些HPV参与 好了我们再继续看 第二个概念 子宫经营异性真实的分歧 子宫经营异性真实 那么根据大家长得漂亮不漂亮的程度 把它混为三级 一二三 经营的大家看看 经营的这 这是灵状上皮助长上皮肌体细胞 假如我把这个灵状上皮助长上皮 隔分为三分之一三分之三分之一 就是分成三等分 那么 这三等分 假如经营的这是什么下三分之一的 你看看 局限在上皮下下三分之一的 那么异性细胞就是真实的异性细胞 子经营的下三分之一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一级 经营的什么三分之二呢 就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呢 我们把它叫二级 加上经营的三分之三呢 不到三分之三 经营超过三分之二 但是不到三分之三 就是上皮没有全部收腊 那么我们叫做三级 加上经营的全程三分之三呢 那么我们叫做原位矮 加上下经营的基底膜呢 我们叫做精润矮 所以这里从大家 从这里就会看到 一个什么滑展的细序 叫做什么 异性真生 一二三级 再往前滑展 原位矮 再往前滑展 金润矮 哎 这就是我们等一会要去 跟大家讲究什么 子宫经营 子宫经营 早期的金润矮 子宫经营 金润矮 所以这它的滑展 步骤不一样 好了我们这个讲究 是异性真生 也就是这个西方 还没有达到癌病的神兜 但是只是异性真生 长得怪奇怪怪的不好看 所以我们就给你不好看的 你受累的这个上皮的程度 那么把它换为一二三级 一级 上皮下三分之一受累 一级 累积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呢 二级 超过了三分之二 但是不到三分之三 就是不到全程上面全程 三级 累积了上面全程 原位矮 累积超过了这个基底膜 下面的基底膜 那么就是金润矮 超过基底膜在五毫米以下 早期金润矮 超过基底膜大于五个公分 金润矮 所以这些整个这种异性 这些原位矮 早期金润矮 金润矮 把它串联起来了 就是这个什么 矮细胞精润程度 和异性细胞精润程度 都不一样 是不是 好了我们再继续看 子宫有原位矮 我刚才说了 假如你这个异性真生的细胞 轻患了 上皮的全程 那就叫做原位矮 但是没有超过这个基底膜 一旦超过这个基底膜 你看看下面的基底细胞 一旦超过这个基底膜 向下情况 那么就到了金润矮去了 所以原位矮是局限在上皮细胞内 但是 这个异性细胞已经累积了 它的什么 三分之三 三分之三 就上皮细胞全部受累了 那么这叫原位矮 好了原位矮这里还有个概念 这个概念 偶尔会考到 你们考过一次啊 原位矮累积陷体 什么意思 它本身是原位 也就是说它通过累积 超过基底膜没有受累 没有 癌细胞没有超过基底膜 也就是说原位矮累积陷体就是癌细胞 没有超过基底膜 还局限在基底膜之内 但是它轻换了什么 线体 也就是说这癌细胞通过肱颈口的这个线口 蔓延到了子宫颈的线体内 由于你蔓延到了子宫颈的线体内 所以叫做累积线体 由于你没有超过基底膜 所以它叫原位矮 所以原位矮累积线体必须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 第一 没有超过基底膜 第二累积线体 叫做原位矮累积线体 所以这就是原位矮累积线体的含义 由于它们超过基底膜 所以原位矮累积线体还属于原位矮的患处 所以这个概念要搞清楚 再考过一次 好了 大家看看 这是13年你们考的这个试题 大家再来看看 关于宫颈癌 宫颈原位矮的描述正确的是 其实哪个是正确的 宫颈上批的流变即为宫颈原位 对不对 显然不是吗 宫颈上批的流变必须累积上批全称 没有超过基底膜才叫宫颈原位矮 所以不论说是宫颈上面的流变就得于原位 你比如说宫颈上面的流变 一级二级 它就不属于原位矮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答案箱绝对是错误的 答案比 异性细胞精患宫颈健脂的血管和淋巴 好了大家注意 异性细胞只要超过基底膜精患了宫颈健脂 那肯定是属于精胸癌是不是 所以这个绝对不争取 好答案C 异性细胞累积上批全称 但是没有穿过基底膜 这是我们原位的定义是不是 累积异性细胞累积了上批全称 就是累积了上批的三分之三 但是没有穿透基底膜 假如穿透了基底膜呢 那就进入癌了 所以谁是正确的 第一 异性细胞精患宫颈健腺穿透基底膜 一穿透基底膜肯定进入癌了 不属于圆外 所以底下不正确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异性细胞进化上批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这是属于是吧 上批的流变二级 不属于圆外 所以也不达一 因此正确答案出来了 应该是吧 应该是谁 所以这是一三年这个肆体 就是考虑圆外的概念啊 这种概念在病理学院考大家 在妇产科学院考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两个地方 结果在一起把它搞定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子宫金融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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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 包括早期金融癌和金融癌 虽然有个晚期金融癌 但是无论护肠国有病理学 都没有个晚期 早期对应肯定晚期嘛 它是一个早期金融癌 金融癌 所以公寄金融癌 就分为这两种类型 早期金融癌和金融癌 根据什么类型来分呢 根据金融的深度 我们说它是为什么叫金融癌呢 是因为这个癌细胞超过了基地膜 假如超过基地膜 没有超过五个毫米 OK早期金融癌 假如超过了五个毫米 基地膜超过了五个毫米 那就是什么金融癌 也就是相当于晚期金融癌 所以子宫金融癌 混为两种类型 一种早期金融癌 在基地膜以下 小于五个毫米 第二个是金融癌 在基地膜下大约五个毫米 所以五个毫米这个数据 考过你们没有 考过 所以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万一今天再考的五个毫米 这个数据 你又记不到了 你看看 你四年考的 子宫金早期金融癌 不超过基地膜下 多少毫米 五个毫米 所以正确答案为D 我们再来看看 子宫金上皮的流变 跟异性真生 以及原外之间的关系 大家看看 我们原来脑的叫法 里面是七万七万 以前的病理学的叫法 一到七万 都叫做不典型真生 所以那个不典型真生 那么就把它叫做什么 轻度不典型真生 中度不典型真生 重度不典型真生 那么分别对于我们刚才讲的 异性真生的一二三级 所以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七万以前的病理学上 以及你们脑的真体上面 都是用不典型真生这几个字眼 傅长歌也是这样叫 好了 这就分别把它叫做 轻度不典型真生 就相当于八九百病理学上面的 异性真生一级 中度不典型真生就相当于八九百 加上异性真生二级 中度不典型真生就相当于异性真生的三级 这个概念是完全相当的 好了 假如它这种异性真生的细胞超过了 基地膜 那么就在原外 所以原来七万以前的教材 就把不典型真生原外 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不典型真生 和原外 那么八百病理学 九百病理学 把异性真生分为一二三级 加原外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一型真生 不典型真生 不典型真生 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好了 现在九百教材又加了个新的分类 这跟国际上接轨 AWA接轨 规定叫子宫颈上皮的牛变 子宫颈上皮的牛变 子宫颈上皮的牛变 是什么规定的 大家注意了 假如一型真生一级 就相当于子宫颈上皮的牛变 CIN一级 一型真生二级 就相当于CIN子宫颈上皮的牛变 二级 那么一型真生三级 相当于CIN的三级 好了 还有一个是原位矮 大家注意 最常考虑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是什么 比特殊 所以大家经常考虑这个东西 就叫CIN3 所以大家看看 上皮的牛变 一级 对一型真生一级 上皮的牛变二级 对一型真生二级 上皮的牛变三级 对一型真生三级 加原位矮 所以这两个 大家注意了 经常考虑 希望大家给他搞清楚 所以上皮的牛变三 对一型真生二级 加原位矮 一定不要高分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17年 在考虑这个研究实体 就考这个东西 大家看 下列并变中 这是个X星期 所以子宫颈上皮的牛变的有 三 大家看看 这就是CIN3 上皮的牛变 三的有 有哪个 有中斗一型真生 就是一型真生三级 这个是吧 原位矮是不是 CIN3 是 哎 这是 所以轻斗一型真生 也就是一级 一型真生一级 中斗一型真生 就是一型真生二级 这不说 所以 那么这个答案应该答 C或D 这个研究生考过两次 你们还没有考到这种东西 怕到今天考你们 希望大家把这个CIN3 搞清楚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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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